今天講醉心工作 今天這句是 醉心工作如有神助 挺有趣的 美國知憂中心Ranzuni 他是知憂教育的權威 他提出了一套知憂的理論 叫做知憂三環論 他認為任何人同時擁有 中上的智能、創意和醉心工作 他也有知憂的行為 另一位芝加哥大學的心理學家 Mr.Mitahi 他訪問了79個結出的創作人 發現他們有一個特點 就是經常都有神入的經驗 什麼叫神入呢? 英文叫flow 神入是一種心醉的狀態 是一種非常喜悦的狀態 這種我們中文就叫如痴如醉 是會令人上癮的 有些人不斷工作 不斷研究 就是因為他入了這個狀態 很享受其中 最著名的包括牛頓 愛因斯坦 他們經常都有一個深不在然的情況 拿出笑話 在神入狀態之下 人的創造力和能力達到巔峰 可以說進入了一個無我的境界 因為高度集中工作的時候 我們的自我意識已經完全消失 全國腦憑著直覺去做事 繪畫、作曲、書法、科學研究 都好像有神幫助你一樣去做 麥什米哈爾舉個例子 一個外科醫生正是做高難度的手術 當時手術完成的時候 醫生發現了自己的房間 天花板有一堆雅力 問他發生什麼事 原來有人跟他說 天花板剛剛倒了 他因為掛著專注做手術 天花板倒了 那麼大聲 那麼多層灰 他都完全不知道 這個最深的狀態 是我們創意的重要狀態 希望大家嘗試投入你的工作 看看能否旁若無人 進入了一個超能的境界